哈囉大家 我們很久沒有看到這個場景了 然後跟一些第一次看到這個場景的朋友們稍微介紹一下 這個地方是我家的廚房 那如果說你往後 你有繼續看我的頻道的話 往後你看到這個環境的話 它代表了幾件事 第一個就是我還沒搬家 那第二個就是說 今天的影片的收音可能會跟平常不太一樣 因為我家的廚房比較狹窄 而且都是鋪瓷磚 所以它的回音會比較嚴重一點 因為畢竟廚房不是為了我拍影片而佈置的嘛 那第三個就是說 今天的影片不會有什麼單一的嚴肅的主題 通常就是煮煮咖啡聊聊天 然後可能不小心講個幹話 那有時候真的是比較意外 才會去講到一些咖啡的部分 但是通常不會 那我今天其實是因為我在 整理我的價值的時候 看到了一包 好久不見的豆子 這個是 12月11號 2023年 去年的12月11號 轟的一包 宏都拉斯的小農藝劑 這個是我當初蠻喜歡的一款豆子 那 當初其實我這個豆子進的很少啦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Gashia 是一種不是太便宜的豆子嘛 那只是最近可能出現很多比較便宜的豆子 但是終究它還是比較貴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在我的商品上面 我出現了幾個產區的Gashia 大家可能會比較有意願去購買的是 巴拿馬 哥倫比亞 克斯大利加 瓜地馬拉 還有 伊索比亞的Gashia 大家可能購買的意願會比較高 所以我當初就有預測到 就是 宏都拉斯的Gashia 是一個比較少見到的產區 大家 可能就不太敢買 那果然啊 同期進的豆子 這個 到後來就是賣不掉 全部的都賣完了 然後 就是剩下它掛在那邊 我後來就 也懶得去管它了 我就把它下架 然後全部都自己喝 我自己個人是還蠻喜歡嘗試一些 比較特殊產區的豆子 不是說只有Gashia種 只是剛好這一次有看到這個Gashia 可以盡少量 我就有買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雖然說它已經放了很久了 以一些高級玩家的標準來說 這豆子已經死掉了 死掉又投胎又再死掉一次了 已經放那麼久 應該已經壞掉了 但是沒關係 老闆就是減勝的嘛對不對 好 然後 重量是25公克啦 我們今天用那個 Easypresso的 這個是什麼 X-Ultra 型號太多 真的不好記 那我家裡目前來說 放的手搖磨豆機 只有兩支 一支是X-Ultra 然後一支是 J-MAX 就是 磨液式的 所以我們勢必就是拿它來用的 那 其實這陣子 我就剛好過年嘛 然後今天其實是我整個過年的 連假工作的最後一天 那明天就休假 想說來煮個咖啡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剛好挖到這包豆子 水應該不會太快煮開吧 我開最小火 然後 我過年這段期間啦 就是 有稍微比較忙碌一點 那也不是說真的都沒 就是忙到沒時間 那我就有去看了一下我大概 前一年 就是 前一年跟兩年的這個影片 然後有去看了一下大家的那個 反饋 我一邊磨齁 一邊磨一邊聊 那 我後來 發現一件事啊 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們的頻道 變得好嚴肅 變得超嚴肅 這一年來 尤其是這一年來 其實很多的影片就是 我們會比較專注在 比如說今天要開箱的產品上面 或者是說今天要跟大家講解 某一個東西 那 我後來發現 可能是因為 後來搬了新的工作室嘛 然後 工作會變得越來越忙 因為 有很多事情要做 然後我自己又很白沫啊 我很喜歡 找一些奇奇怪怪好玩的器材 回來賣給大家 尤其是抹布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發現一個咖啡店 他 很喜歡去進 抹布回來賣 我自己通常 自己的想法是說 因為這些東西我都會用嘛 那我就 每一次在 找東西的時候 就跟這個廠商拿一點樣品 拿一點樣品 然後只要找到我自己很喜歡的 我就會很開心 超爽 就是很爽的那種爽 我就會想要 然後你們大家也跟我一樣爽 所以我就會 找到之後我就會去跟 那個公司進貨 不是只有抹布啦 我說的是所有的東西 比如說像是那種什麼 結粉環啊 布粉針啊 這種東西 對然後包含像我們 去年下半年開始賣的那個 PCL的粉杯嘛 那個我真的是超愛 愛到最後變成他的 算是獨家經銷 你要說是代理也可以 但是我們 雙方的規模都沒那麼大 所以我們不會用這個名詞來互相給大家 下不了台 對 然後 可能因為很忙啦 然後生活就少了很多的快樂有沒有 那你們也不用擔心 我只有一件事是從來不會改變 就是 我每天要堅持 給自己留一段玩遊戲的時間 所以 玩遊戲的時間 然後跟工作的時間中間才是做影片的時間 然後 有時候就 生活壓力大你知道嗎 因為遊戲有時候越打越難啊 壓力真的是越來越大 所以就沒有那種閒情意志跟大家聊幹話 導致我們影片就是越來越偏離我們的初衷 有一些新朋友應該不知道 我們的影片其實從頭到尾 都有一個主軸 有一個初衷 就是講幹話 對啊 我們的影片其實原本就是這樣的 所以我想說 今年 2024年有沒有 剛好我們店10週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就把我們的整個頻道 回到 看有沒有辦法回到像以前這樣 以幹話為主 然後咖啡之勢為輔 的一個形態來做 對因為我覺得 這樣子其實 我會比較開心啦 因為我不用去煩惱說 今天的影片裡面 會不會 有什麼東西講錯了 有沒有什麼東西是 不是大家想看的 因為 我當初在拍影片的時候 最早我開始在拍影片的時候 其實我也沒有care過 大家想不想看嘛 那 終究啦 終究我還是一個副業在做頻道 其實很多人都以為我的主業是 做YouTuber 其實我是 把它當副業在做 那我們自己公司是比較 小一點點 等一下 我們公司比較小一點啦 所以 我們沒有額外請人 那我的 工作的優先順序就是說 我的頻道是 不可以去影響我的 咖啡店的工作的 那如果說你現在 咖啡店上班的時候 那是我的本業嘛 我壓力其實蠻大的 然後你在做你的副業頻道的時候 你又把自己搞的壓力好像 也很大的話 其實我覺得會 比較不知道自己在過什麼生活啦 我最近其實真的有這種狀態 那當然 有時候跟大家直播啊 然後拍一些廢片啊 都還蠻開心的 可是 我自己其實有注意到 我自己的 頻道的廢片 比例變得很少 但是我其實 我不知道你們信不信啦 我是真的很喜歡拍一些廢片 然後講一些廢話 其實 我一直以來的立場 應該 老觀眾都知道 我覺得咖啡是一個很簡單 很生活化的東西 只是我們是咖啡業者 我們一定會懂得比大家多 可是 我不希望你們 花時間跟精力在這個 不是你們的工作上面的事情 因為這本來是你們應該享受的事 而不是你要 動這麼多腦筋啊 然後每天把自己搞得好像神經兮兮 咖啡好不好喝很重要一樣 對啊我覺得 這個工作是我們咖啡業者的工作 你們大家喝咖啡拜託 不要把自己搞成這樣好不好 然後我是覺得 跟大家 可以聊聊天 拍影片聊聊天 然後 最主要 最主要 每一次的開箱影片 還是在炫耀我拿到什麼新玩具 好先專心一下 這豆子很貴 最主要就是這樣啦 然後我想說 今年開始調整一下 我們的影片就 不要再這麼嚴肅了 好不好 哎唷幹怎麼流光啦 靠腰 那個 不織布濾紙的流速 超級快 這濾紙是我前一陣子也是在買東西的時候 亂買的 就是買來玩啦 反正也不貴 買來嘗試一下 萬一如果真的很好用 那就可以 進貨來賣給你們 賺一點我的零用錢 然後你們也可以找到 很好玩的東西 只是後來可能 可能不會進貨啦 這個其實是 之前我們有介紹過的一間 那個 卡列多 萬花筒公司 做烘豆機的那家公司的 的一個 產品 我自己其實覺得 他 穿過的細粉有一點多 所以我可能沒有那麼喜歡他 但是 既然進了嘛 我們把它用完就不會浪費了 我在家裡面沖咖啡就是這樣 我手邊有什麼器材我就用什麼 比如說這個電子秤是我之前買的樣品 我們後來有上架 那我就把它帶回家裡用 然後 手沖壺就是那個啊 之前 測試那個詐騙 詐騙集團的那個 Felro 買那個 Felro溫控壺 然後寄一個這個來 然後 濾杯 這個濾杯真的是 我 我 應該算是我第一批購買的那個啦 冰桶的濾杯 一直用到現在 然後這個壺是 酒土送我的那個 玻璃壺 後來有進貨 對我家裡面就是這樣 有什麼用什麼 然後你剛剛看到我 我連熱水都用這個煮而已 煮到滾然後倒進去 就這樣 對所以其實很想要跟大家講啊 就是 咖啡真的是很簡單 很簡單的一個東西 你隨便沖 他都會好喝 因為你的豆子如果是好的話 你隨便沖蒸的都會好喝 那如果你豆子很爛的話 你在這邊 寫很多的計算公式啊 然後在那邊研究什麼 一刀流、二刀流、攪拌法、斷水流之類的 其實 你豆子已經爛掉了 他不可能再好喝了 所以其實關鍵點就是 買好一點的豆子 如果你願意你可以買我的 如果你覺得有人做的比我更好 那你就去買他的 我覺得這個都很自由 對不對 我們拍影片不是要為了宣傳自己的產品 就只是為了要講幹話而已 好 那 今天影片就 先這樣啦 是不是一定都要有一個適合的環節 才表示我的專業 然後這個 這個濾紙啊 就是 他底部還是會殘留一些 細粉 所以 我自己真的沒有人喜歡啦 你們如果有需要的話 我會覺得之前 台灣我們有介紹過的一款台灣製的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我覺得 哎唷靠腰 他放久 那個酸味變得好明顯喔 然後 甜度 甜感變得很強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濾紙的關係 因為 這個豆子我從來沒有配過這個濾紙 好啦不管 反正就是最後一杯了 好 那今天影片就 就這樣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